男人刚躺下 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 他转身一看 发现墙上的画掉在了地上 画上的女人正诡异地盯着他 男人觉得心里发毛 将画翻过去靠在墙上 接着便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可总感觉有东西盯着自己 不耐烦地转过身 画竟然莫名其妙翻了回来 他再次将画转过去 许久之后见画没有变化 他才放心睡去 然而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巨响吵醒 画里的女人竟生气地瞪着他 紧接着叫他去地下室看看 出于好奇男人来到楼梯间 地下室黑乎乎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 男人不敢轻易下去 回到客厅准备就这样熬一晚 然而他刚坐下 身前的兔子玩偶就敲起了鼓 伴随着鼓声男人身后的门悄然打开 男人压住恐惧 大声询问谁在那里 但回应他的只有越来越急促的鼓声 想起刚刚画中女人的话 他鼓起勇气捞起兔子玩偶 来到了地下室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黑油油的大洞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人慢慢靠近将头凑了上去 惊恐地发现里面竟是一具女尸 女尸胸前还插着一只利剑 男人被吓得瘫在地上 猛了好一会 才捡起手电连忙跑回客厅 打算天一亮就离开 这样恐怖的房子别说日薪五百 就算是日薪五千 他也干不下去 原来几天前一个男人突然来到医院 对方自称是他的好友爱德 此次来找男人 是想聘请他去照顾自己的侄女 还给他开出了五百的日薪 失去记忆的男人想着自己本就无处可去 索性便答应了对方 两人来到孤岛 爱德和男人说自己侄女患有精神病 发病时就是坐在角落 双手捂着脸一动不动 这个时候外界的任何声音都吵不起他 为了防止男人伤害侄女 爱德离开前拿出一件带有锁链的皮夹壳 要求男人穿上 锁链的另一头被固定在地下室里 长度刚好够男人走到女孩的房间门口 就连上厕所都不行 男人只好来到后门解决 门外还有一只被拴住的小狗 像极了他自己 被限制了自由 男人可怜小狗找来午餐肉喂给小狗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身后的灯突然关闭 接着男人就感觉到有人在拽锁链 他被吓了好大一条 连忙回到屋内打开灯 这时墙上的对讲机又传来嘈杂的声音 男人以为是女孩在搞鬼 他又来到楼上打开女孩的房门 发现女孩还在发病 保持着刚才的动作没有改变 他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 还是没有发现异常 郁闷的男人只好回到房间睡觉 然而半夜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发现石墙上的壁画掉落 他扶起来一看 画里竟传来女人的声音 男人被吓得直冒冷汗 房间他是再也不敢多待 连忙跑到客厅准备就这样度过一晚 可他一来到客厅 就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打算生火取暖 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形状诡异的兔子玩偶 他的眼神和画上女人的眼神一模一样 如此诡异的事情男人竟也没有注意 还真是心大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哭泣声 男人仔细去听 却又什么都没有听到 转身去看却见到已经苏醒的女孩 正拿着一把弩剑谨慎地盯着他 男人害怕女人伤害他 连忙解释自己是他叔叔请来的保姆 还向女孩展示身上的皮夹克 女孩这才放松警惕 和男人说起了皮夹克的由来 原来女孩父亲突然发疯 母亲为了保护他就制作了这件皮夹克 父亲无法接受就要去抢钥匙 但女孩母亲 灵机一动直接吞了钥匙 原本一家人一直这样也不错 可突然有一天 女孩母亲也突然发疯失踪 父亲也不知什么原因被关在了地下室 最后自杀而亡 几天之内女孩双亲接连出世 她受不住打击 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男人刚想安慰 女孩就冷漠地转身离开 独留男人一人留在客厅 男人还是不敢回卧室 坐在椅子上休息 可就在这时 刚刚被男人放在壁炉上的兔子玩偶 突然敲响了身前的鼓 伴随着鼓声 男人身后的门也被悄悄打开 男人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转身去看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男人抓起玩偶来到地下室 确认里面除了拴住她的铁链外 没有其他东西后就要离开 下一秒地下室深处又传来诡异的声音 接着她就看到了一个黑油油的大洞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人来到洞口前查看 里面赫然就是一具女尸 胸前还插着一支剑 想起之前女孩拿着弩剑的样子 怀疑是女孩杀了这个人 她悄悄来到楼上 打开女孩的房门 发现她又犯病了 正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这时她发现女孩房间有一个洞 她从洞口拿电话 联系了艾德 将自己的发现全部告诉了对方 拜托艾德帮忙报警 为了防止女孩杀人灭口 男人特意锁上了女孩房间的门 她来到地下室 企图解开身上的皮夹克 可无论她如何用力 铁链都没有松动的迹象 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女孩的声音 她要求男人上楼给她开门 可怀疑女孩杀人的男人那里会听 她告诉女孩自己的发现 并表示已经通知了艾德 等她来了他们再讨论 谁知女孩竟说母亲就是艾德杀的 男人为了确定真假 趴在女孩门框上 要求女孩剑弩剑放到门口 确认女孩照做后 她才打开房门 女孩非常确认是艾德射杀了母亲 之后更是一不做二不休 还解决了父亲 为了自保女孩开始装疯卖傻 欺骗艾德的视线 男人相信了同情女孩的遭遇 表示她一定会带女孩赶在艾德道来前离开小岛 然而就在男人转身的一瞬间 女孩就换上了一件红夹克 还说衣服就是男人一年前留下的 男人一脸猛逼 一年前她因为一场大病失去了记忆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否来过小岛 女孩接着表示父亲有幽闭恐惧症 无法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间 艾德就是利用这一点 花高价请来男人杀了女孩父亲 并将尸体做成自杀的模样 男人听完这一切后 感觉荒唐至极 她要求女孩拨通艾德的电话确认 没想到艾德也说男人确实来过 男人虽没有记忆但直觉告诉他 他没有杀人 但看着女孩凶狠的模样 男人还是选择锁上房门 不管她的话是真是假 对他来说打开身上的皮夹克 才是重中之重 想起艾德离开前将钥匙放在女孩房间 从洞口确认女孩没有注意到这边后 就伸手去勾里面的钥匙 谁知女孩早就等在桌边 硬生生掰断男人的手指 男人忍着剧痛将手指归位 桌上的报纸吸引了他的注意 报纸上的女人就是女孩的母亲 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把钥匙 为了解开皮夹克 男人再次来到地下室 从女师身上拿到钥匙解开了皮夹克 他赶紧来到码头 结果却发现唯一的小船被艾德开走 不会游泳的他只能返回 刚进去他就看到正在发病的女孩 男人将带有锁链的皮夹克穿在女孩身上 接着来到房间准备报警 没想到电话线已经被扯断 突然他看到了床上的红夹克 一段陌生而又熟悉的记忆涌现 原来一年前他真的被艾德雇佣 来小岛上解决他哥哥 一向心善的他表面答应 却给给对方留了警告 他刚写完就听到地下室一阵巨响 来到地下室查看 发现艾德的哥哥已经重见身亡 从小岛离开后他立马找到艾德 质问是不是他锁的门 艾德什么也没说 只是拿出约定好的报酬 要求男人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见男人还想问个究竟 艾德直接来了个杀人灭口 没想到男人命大没有死去 想起一切的男人迫切希望离开 他在女孩房间反复寻找 可他不知道的是 女孩已经在黑暗中架好了弩箭 朝着他射击 好在只是射中了大腿 男人赶紧躲到洗手间 用剪刀剪断箭语 这时厕所里面门突然打开 他拖着受伤的大腿 慢慢爬向通道 以为这是一个救命通道 可等他来到通道尽头才发现 这那里是什么救命通道 分明就是女尸的后花园 他通过女孩房间的暗道 又回到了地下室 男人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没看到女孩后 就拿出锯子锯木板 然而他刚开锯 就感觉一旁的女尸盯着他 男人给女尸戴上帽子才心安 然而他锯着锯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女尸头上的帽子突然破了个洞 就在这时女孩来到了地下室 他拿着弩箭靠近洞口 男人以为女孩发现了自己 被吓得不敢动弹 不过好在女孩只是来回收女尸身上的弩箭 并没有注意到男人 男人刚松了口气 就看到爱德也来到了地下室 从女孩的话中 猜想男人就躲在木板后面 他趴在洞口查看 却被女孩从身后偷袭 用弩箭射中了他的肩膀 随后走出地下室降门锁死 到这爱德还想着杀人灭口 他拿着木棍站在洞口 劝说男人出来联手解决女孩 男人似乎被说动 地下室里再次传来锯木板的声音 然而下一秒男人的声音就从对讲机里传来 表示自己已经出去 也就是说男人早就离开通道 那现在在锯木板的又是谁 爱德惊恐地看向洞口 只见女尸从木板后面冒出一个头 另一边男人通过复杂的地下通道 终于找到了出口 等女孩听到声音 来到门口查看时 男人已经解开了狗身上的枷锁